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 就是道老也不骗你 这是圣经对我们做父母 尤其做父亲 这是非常明确的教导 那我们今天就是透过圣经 我们好好地看看圣经当中这几位人物 他们怎么样按照上帝的教导来养育儿女 他们怎么样成功的又如何有失败的 能够成为我们今天在座所有做父亲的一个见解 别人成功值得我们非常的重视 但是呢 他人的失败实际上更有他的价值 我们知道圣经当中第一位父亲是亚当 那亚当呢 我们好好地留意 我们可以看到亚当的失败的经历呢 他是付出了非常痛苦的代价 所以说 这种痛苦的代价 换回来的一个宝贵的经验 成为你我今天的一个借鉴 圣经对此呢 有明确的一个详细介绍 是要为了来警戒我们所有做父母的 我们可以看到亚当夏娃 他们在伊甸园犯罪以后呢 被上帝逐出了伊甸园 那逐出伊甸园 他们第一件事呢 就是生了儿女 那第一个儿子生的是该 生了该以后 又生了第二个儿子叫塞特 这两个儿子呢 都有献祭 都有这种敬拜神的这样一个举动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盖颖他有一天呢 他拿地理出产的为供物 献给耶和华 但是呢 上帝并不怨难 为什么上帝不怨难呢 因为献数据圣经上有严格的要求 一定要拿出手的献给耶和华 而不是地理出产的 出手跟出产是完全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知道出手是代表分别为圣 是精心的 就是刚刚出产的 刚刚下来的 比方水果 或者刚刚发出的苗这样的植物 来献给耶和华 我们可以看到 为什么上帝悦纳亚伯不悦纳 那个该 但是我们看 亚伯也将他羊群当中投生的和羊的自由线上 耶和华看争了亚伯和他的公物 因为亚伯呢 他是拿羊群当中投生的 他是经过严格的筛选 投生的和羊的自由 代表分别为圣 代表上好 所以呢 上帝看不中该隐 和他的共物 看不中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该隐呢 就大大发怒 变了脸色 我们可以看到 为什么上帝不怨纳该隐 为什么怨纳亚伯呢 实际上来讲 这里面 他有他的内涵在里面 所以我们读圣经的书 我们要注意 我们要注意 为什么怨纳亚伯不怨纳该隐 我们看利维记 第23章 这里第9到第10节这里 我们先看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小育以色列人 你们到了我赐给你们的地 收割庄稼的时候 要将初熟的庄稼一捆 带给祭司 这里有要求 就是初熟的 初熟的一捆 是要带给祭司 他要把这一捆 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 使你们得蒙约纳 祭司要在安息日的 次日 把这一捆摇一摇 我们知道为什么要这样 因为 安息日的次日 是耶稣基督 复活的日子 那在现期的时候 要 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 代表着耶稣上十字架 举祭嘛 也叫摇祭 也叫举祭 耶稣基督 他被高高举起的时候 他是被钉在十字架上 那在安息日次日 祭司要再摇一摇 安息日的次日 是耶稣基督 从死里复活的日子 所以说在 古的时候 古时候 那些人呢 他们就知道 献祭的意义 他们那个时候 就是献祭 就是摇 摇的 摇嘛 未来将要来的那位 尼赛亚 将要来的耶稣基督 所以他 树祭也好 这个 献那个牲畜也好 都有一定的 就是说 圣经上都有一定的教导 应该如何献 献动物 一定要献 献生的 献植物 树祭 一定要献 除除的 所以说 代表着 献是耶稣基督 所以说 亚伯 他现在是投身的 证明亚伯 他明白信仰 该尹拿拿尔弟弟 出产的 证明他 根本不知道信仰 信仰的内涵 他不知道 那他为什么不知道 他作为一个 长子 他在家比弟弟大 弟弟都知道 为什么他不知道 这个责任就要 推延到 这个 亚当跟夏娃的身上 做父母的身上 那个时候 可能是 刚刚生了 该尹 他们做父母的 养育 孩子呢 经验还不足 所以呢 该尹呢 是因为 从小不明白 真道 所以慢慢的呢 他就偏离了 信仰的道路 那亚伯呢 一定是 按照上帝的教导 好好地来养育 所以亚伯呢 是明白信仰 所以他知道 要把动物 投生的 羊群当中 投生的 和自由献上 所以才 方能 得上帝的悦纳 投生 就是 就是 出手的 投生的 都是预表耶稣基督 都是预表耶稣基督 我们看 林贤 第十五章 第二十到二十二节 但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 成为 税了之人 出手的果子 死既是 因一人而来 死人 复活 也是因 一人而来 在亚当里 众人都死了 照样 在基督里 众人 都要 复 所以说 耶稣基督 它是一个 出手的果子 它代表 从死里复活 所以说 该隐 它知不知道 献祭的意义 它不知道 它就像 以赛亚书 二纪举章 十三节 这里所说的 主说 这百姓 亲近我 用嘴唇 尊敬我 心却远离我 他们救命我 不过是 领受 人的吩咐 从这一段圣经 我们可以看到 该隐 他是领受了 做父亲的教导 到了时间 你要去献祭 该隐 也去献祭 他这么献祭 只是模仿 有一径的 这个宗教行为 但是没有 信仰的实质 跟弟弟亚伯 完全不一样 亚伯 是非常清楚明白 我们知道 圣经上 给我们 非常的 一个明确的教导 像撒米尔记 上第十五章 二十二节 这里说 耶和华 喜喜悦 凡祭和平安祭 岂如喜悦 人听从他的话 听命送于献祭 顺从 送于供养的自由 所以说 你光有献祭 这种仪礼 是上帝不愿难的 上帝愿难的是 听从他的话 能够晓得明白 他的旨意 要心里相信 口里承认 要用心灵的从事 来献祭 来 救给他 这是上帝 给我们所有人的教导 所以说 我们可以看到 盖也很可惜 他注重了礼仪 却忘了 献祭的实质 所以说 献祭的态度 以及内在的动机 来 看上帝 对基督的取舍 上帝 实际上就看 并不看你 只有这么一个行动 一个献祭的行动 人看外表 对 我们看 这个人也献祭 这个人也祷告了 这个人也每天 也来 这个 查经 也来 敬拜上帝 也参加礼拜了 但是来讲 内心 我们不知道 但上帝知道 所以说 上帝看不中 盖也和他的共武 盖也就大大的 发了怒 所以盖也和他兄弟 亚伯说话 二人正在田间 盖也起来 打了他兄弟 亚伯 并且 把他弟弟杀了 你说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实现上 第一宗的行杀案 出于嫉妒 所以说 上帝 耶稣基督在新约的时候 说 人的仇敌 是你家里的人 外人不会嫉妒 这个当 哥哥的 却嫉妒弟弟 他没有真正好好的 去反思自己 为什么不谋上帝的约纳 为什么不好好的 继续的 能够好好的反思 认罪 悔改 能够谦卑虚极 能够像弟弟一样 能够用心灵的重拾 来敬拜上帝 却 由不得弟弟好 把弟弟杀了 所以说 人的罪性 这个嫉妒 是非常的 非常的 非常大的罪 这是给我们 非常大的一个借鉴 往往就是说 我们 越是身边亲近的人 往往越容易 有这样一个 嫉妒的行为 这是上帝 在一开始就给我们一个明确的提醒 我们可以看到 亚当夏娃 对这个大儿子教育的失败 这个大儿子教育的失败 你看 虽然小儿子 他们好好的教育了 但是呢 却被这个大儿子杀掉了 我们看这个大儿子 这个大儿子 后来他也做了父亲 他就与妻子同房 他的妻子就怀孕 生了以诺 而且呢 该人就 生了以诺以后 就建造了一座城 按照他儿子 以诺的名字 建 就是命名这个城 这个城名字叫以诺 这个以诺又生以拿 以拿又生米户亚利 米户亚利又生 马土撒利 马土撒利生拉麦 重要是七代 我们知道 圣经上就列举了 这么两个家谱 一个是该以的家谱 到了第七代 拉麦就出了问题了 那另一个家谱 后来 那一会儿我再讲 上帝又让亚当下巴 又生了一个儿子 叫塞特 塞特也有第七个儿子 叫以诺 以诺与神同行 三百年 上帝就把他取去 他就不带事了 我们可以看到 都是七代 但是完全不一样的结果 这是做父亲的教导 所产生的这样一个后果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第七代 这个拉麦 就取了两个旗子 从那个时候 人就破坏了上帝 带一脸圆 创造亚当下巴 义夫义妻子 他就取了两个旗 一个叫亚大 一个叫希拉 我们看看 这个亚大生了亚巴 亚巴就是住帐篷 牧养松畜 智人的始祖 亚巴的地形叫尤巴 它是一切弹琴吹销 智人的始祖 希拉又生了土巴盖 它是打造各样 同气力气的 我们可以看到 这些孩子 他们都非常有 很好的造就 你看亚大生的亚巴 亚巴是住帐篷 牧养松畜之人的始祖 住帐篷 以前的时候 不盖房子 是住帐篷 那这些人将来 都是搞建筑商 从盖帐篷 后来开始建房屋 从建房屋 开始建大厦 现在最赚钱的 就是建商 而且是牧养松畜之人的始祖 我们知道现在 美国 澳洲 纽新兰 这些国家 他们都是靠 畜牧业 赚钱 所以说现在 最赚钱的 一个是畜牧业 一个就是建筑业 这都是他们的始祖 你看 亚巴的兄弟 叫尤巴 他是一切弹锹 弹琴 吹销 之人的始祖 专门是搞 艺术 专门搞什么 音乐 我们知道现在 音乐家 这些唱歌的 这些艺人 他们出场费 一次多钱 是吧 都是非常有 有成就 有名望的人 谢拉又生了 土八该领 他是打造 更加同气 利气的 我们可以看到 同气利息 是做什么 刀枪 剑击 搞军事 现在卖军国 赚不赚钱 更赚钱 这一告诉我们 你看他说 经济 文化 军事 全部都有了 还缺一个什么 政治家 但是这位拉麦 他就是一个大政治家 拉麦就对他 两个妻子说 亚大希腊 听我的声音 拉麦的希子 希听我的话语 少年人伤我 我把他杀了 这个 壮年人伤我 我把他杀了 少年人伤我 我把他害了 这是我们典型的 一个政客 就顺我者仓 你我者亡 你看这些做父亲的 就这样 这个拉麦 就这样做父亲 你想他这儿女 再有辉煌的成就 会把信仰传传下去 多可悲 而且说若杀 该隐遭报七倍 杀拉麦 必遭报七十七倍 我们可以看到 创世纪这样一个记载 是一个非常鲜明的 一个对比 后来又有一个人物 叫赛特 这个赛特 与该隐的后裔 它是一个非常明确的 一个对照 我们可以看到 该隐的后裔 建造了以人文本的 一座城 开始了 一夫多妻制的家庭 产生了四种社会形态 就是经济 文化 军事 政治 凸显人类这种暴力 冲突的这种本质 所以说 该隐的后裔的文明成就 是关系到人性的欲望 所以亚当 我们可以看到 他被 他的大儿子 杀了小儿子 你想想 作为父亲 他心里会怎么样 所以圣经他说 你们必要经受 生养之痛 那时候当时我们 如果是假的话 没有这一段 我们感觉 上帝 只是咒读下巴 不听上的话 所以生产的时候 生产儿女必要有人受生产之痛 你想 如果上帝只是 重罚下巴 那就 上帝怎么起步 不公平 所以说 所以说生产之痛 是代表的吗 生产之痛 你说如果一个人不按照上帝的教导 教导 教导孩子 请当学人到 多可怕 对吧 大儿子 把小儿子杀了 在这样的 圣经上 像好多这样的 好多这样的例子 大卫的儿女 怎么样 也是这样 两儿子彼此残杀 作为父亲 大卫 他心里痛不痛 痛 所以说生产之痛 是这样来的 真正的生产之痛 是耶稣基督 他受死 钉死在十字架上 对吧 所以他那个痛苦有多大呢 所以我们真正的生产之痛 是被耶稣基督 他一人重铸 所以在他里面 重生了我们 所以说圣经的生产之痛 是这样来的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亚当虽然失去了 小儿子 也看到大儿子 这样的败坏 但是呢 他并没有灰心 也没有脏胆 所以呢 我们可以看到 神又给他 立了一个儿子 叫赛特 所以赛特呢 就是替代 替代 那个失去的 亚伯的位置 赛特这个 这个人物是非常非常重要 我们可以看到 赛特 以及他的后代 从那个时候开始 有了崭新的信仰的生活 所以那个时候呢 赛特的家庭开始求个主民 我们可以看到 圣经在创世纪四章二十五节 这里说 亚当又与妻子同房 他就生了一个儿子 起名叫赛特 意思说 神令给我立了一个儿子 替代亚伯 因为该隐杀了他 所以赛特这个名字 就是补偿替代 我们可以看到 到四章二十六节 马上就又说 赛特也生了一个儿子 起名叫以罗氏 那时候人才求够 以罕还了你 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 亚当把信仰传承给了赛特 所以赛特生了儿子 这个儿子 跟他起名叫 以罗氏 以罗氏 他的这个原文的名字 什么意思呢 就是属血气的人 我们知道圣经 属血气的人是必定要死 但是怎么样不死呢 呼求主名 呼求主名 得蒙种旧 所以说 赛特给他儿子 起的名字叫 以罗氏 是求告主名的人 我们可以看到 在那个 约尔书 彼得也用过 约尔书这句话 说那时人 凡求告主名的 那时凡求告主名的 就必然得救 所以说我们知道 什么要求告主名 不是说 耶和华 耶和华 耶稣 就是求告主名 求告主名 是做父母的 尤其做父亲的 要完完整整的 把上帝的名 能够叫到自己的儿女 让他知道 什么是求告主名 圣经有明确的教度 什么叫主名 好我们看 初埃及记三十四章 第五节开始 耶和华在云中降临 和摩西一同站在那里 宣告耶和华的名 所以说耶和华的名 我们很好记 初埃及记三四五六七 初埃及记三十四章五六七节 我们可以看 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 耶和华 耶和华 是有怜悯 有恩典的神 不轻易发怒 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 为千万人存留慈爱 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 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 必追讨他的罪 自负己子 直到三十代 这是什么意思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记住 初埃及记三四五六七节 这个意思就是说 耶和华 他有怜悯 有恩典的神 不轻易发怒 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 上帝的名 他有他的内涵 不过我们不是说 只是耶和华 就是上帝的名 所以他伴他的内涵 说出来 他不轻易发怒 有丰富的慈爱和诚实 上帝的慈爱 是最大的元素是什么 上帝的慈爱 是宽恕 上帝的爱是 再给我们机会 再给我们一次机会 再再再 永远地给我们一次机会 这是上帝的慈爱 所以说天地都要废去 只有爱永存 只有宽恕 永存 上帝给我们留的旧恩 就是这样 当我们承认自己有罪的时候 上帝就宽恕我们 这是他的爱 这是慈爱 什么是从实 圣经的从实 就是阿们那个字 从实 也是真理 像彼拉多问 真理是什么 就是阿们是什么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每当阿们的时候 我们知道 就是对方说的话 这是真理 这是从神而来的 出足于神的 他叫 诚实 所以先知 宣告上帝的话 有时候 我们说 耶和华如实说 就是耶和华 诚实地说 耶和华用真理来说 那上帝他要宣告的时候 他说 我诚诚实实地告诉你们 对吧 就是我阿们阿们告诉你们 我用真理来告诉你们 所以上帝的名字 慈爱和真理 我们呼求主名 就要怎么样 求他的饶恕 要他的赦免 然后呢 读他的话语 他的话语就是真理 就是阿们 所以说 我们只有这样 呼求他的名 我们才永远活着 所以说 他为千爱人存留慈爱 存留他的名 他的名就是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 但是呢 上帝最爱爱我们 但是他要追讨我们的罪 他把我们人放过去了 但是要把罪留下 所以说万不一一 有罪的无罪 必追讨他的罪 自负己子 直到三自在 这里不是负债子还啊 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做父亲 你身上有那些 不讨神 不讨人喜悦的那些罪 当我们呼求主名 那上帝修剪我们 去掉我们的罪的时候 因为我们一个人啊 就是说 从小养成的那个恶习 很难一时能够去掉的 但是上帝会在我们家庭当中 透过父母 儿女 孙子 就一代一代的追讨 直到三自在 这个罪就会 追到干净 声音上有这样的例子 像亚伯拉罕 撒谎 关键时候把太太推出去了 你就说 你是我的妹子 免得这个爱情王来杀我 两次 你说是不是一个烂人 一个大男人把太太 关键时候就推出去了 你看 他这个毛病 他的儿子以撒 也学他父亲的毛病 关键时候 把太太被改家 也推出去了 所以撒谎 骗人 到了他的 亚伯拉罕的孙子雅各 就共力扑了 骗哥哥 骗爸爸 骗旧父 骗骗骗 上帝就凶起了 他十个儿子来对付他 十个儿子一起来骗他 把他说儿子就卖到了埃及 所以说人 我们都说 种瓜得瓜 种度得度 圣经上说 你顺着穷欲 就收割败坏 你栽种公义 就收割死来 人种什么就收什么 所以上帝 用他十个儿子来对付 我们可以看到 第四代 约瑟 的生命 就完全就不一样了 如果约瑟 如果说不被卖到埃及 还在这个家庭当中 还是一样被这个罪会 去的 所以上帝 你呼吸主名 上帝有上帝的办法 所以约瑟 是自己他也很清楚 他说你们以为是为了害我 但是上帝呢 是不是 使用种旧 所以旧恩就在这个家庭当中 就开始了 所以说 四父即子 直到三世代 所以神的名 他是 双族性的一个旧恩 他对顺服者 他失人昌荣 对悖逆者 管教者 管教 这才是上帝的名 呼吸主名 得蒙总旧 那使徒寻战 四章十二节 这里也说 除他以外 别无拯救 因为在天下 人间 没有赐下别的名 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所以只有赐下神的名 但我们呼吸主名 一定得蒙总旧 而耶稣 他的名字就是 意思就是 耶和华 是拯救 我们看 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 道从肉身 住在我们当中 充充满满 有恩典 有真理 我们也见过 他的荣光 正是父 独生子的荣光 所以道就是话 道跟话 是同一个字 所以说 上帝的话 从为肉身 他住在我们当中 原文就是 他搭了个帐篷 在我们当中 充充满满 有恩典 有真理 恩典真理 这是希腊文 就是旧约的 这个西伯来文 慈爱和从事 所以这里 你看翻译成真理 也就是我们说的阿们 所以说 我们看 后面一节 凡接待他的 就是信他名的人 也就是说 呼求主名的人 呼求主名 得蒙拯救 他就赐 他们全民 做 神的儿女 所以我们要把 做父母的 我们要把这样的信息 告诉我们的儿女 让他真热的明白 什么叫呼求主名 什么是信仰 信仰在这个家庭当中 能够传递下去 所以说这种人 不是从血气生的 也不是从情欲生的 也不是从仁义生的 乃是从神中 这人就是在基督里的 就是一去一切都变成新的 从而新造的人 所以 我们做父母的 必须有个清楚的明白 对上帝话语 也有个清楚的认识 我们首先为什么 说传福音要从你的家庭开始 先从近处再到远处 家庭是我们传福音第一职场 我们怎么样教育儿童 孩童 行当性的道 道老不偏离 怎么样把圣经完整的 一个上帝话语的 内涵的这个旨意 能够传传给自己的儿女 就像保罗提醒提摩泰一样 要按正义分解真正的道 做无愧的口味 我们圣经 一定要熟悉上帝 在圣经当中 他的话语当中的旨意 他受伤的道 到底是什么 他的话是我们脚签的东 路上的光 他的话是我们生命的量 人活着不单靠食物 而是靠他口中美善的话语 这个很明确的一个教导 所以让我们好好的能够记住 怎么样能够为下一代建立 正确的信仰 我们做父母 怎么样给他们一个正确的影响 如果我们影响不好 他们是越走越远 像亚伯拉罕影响了他的孩子 影响了以撒 就是关键时候 就把太太就推出去了 所以圣经我们要这样读 我们可以看到 亚伯拉罕这么烂的一个人 对不对 以撒这么烂的人 上帝都会把他们修建 尤其是亚伯拉罕 上帝说他从未信仪之父 尤其是大卫 你看他怎么办儿女 就要儿女 他的孩子 儿子嘴杀他 所以当最后呢 上帝还从大卫 是神所喜爱的 所以我们读圣经 我们可以看到 大卫他不完美 亚伯拉罕也不完美 但是因着上帝对他的修建 因着上帝话语给他的指引 他就在重重的道路上 越来越合上帝的心意 所以这样一个烂人 都能成为一个信心的伟人 所以你我 我们才会有盼望 所以说我们最后不好 所以我们愿意跟随他 他就在我们生命当中动功 在我们家庭当中动功 让我们在上帝面前 就像约书亚说的 我和我家必定 事奉也好 上帝一定就会按照他的旨意来带领我们 当然我们人都有软味之后 知意行难 所谓上帝的诵经 接着保罗说 立志行善有的我 行出来有的我 所以说我们要 愿意在上帝面前 我们好好祷告 知道我们生命儿女 真是不容易 所以说当我们好好祷告 好好寻求他旨意的时候 上帝就会在我们家庭当中 在我们生命当中动功 我们可以看到圣经当中有很多做复兴的前例 尤其是像那个 约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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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上帝对他的评价多好 对吧 他为了让儿女就让儿女能够行上帝的道 按时候带着孩子献祭 把上帝的话语教导给他 还有那个新约的 那个 雅鲁 他的女儿病了 对啊 他 去跑了很远的路 去寻找耶稣 让耶稣去医治他的女儿 当他的家人 告通 他的仆人告通 他的女儿已经 已经死了 但他还是相信上帝 还是相信耶稣 对 还是让耶稣继续去医治他的女儿 对 那 因着他的父 因着他对上帝的信心 那耶稣也医治了他的女儿 我们再看圣经最好的父亲是吗 是天父 是我们的天父 好 我们可以看到圣经诗篇 一百零三天 这里说 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 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救给他的人 好 所以真重的父亲 真重的榜样 就是这位天父 好 慈父 亲切 亲切的 他 盼望 所有的儿女 能够回转向他 好 这位父亲 才是我们真重的 真重的榜样 神明记 这里也告诉我们 要殷勤教育 你的儿女 无论你坐在家里 行在路上 躺下起来 都要谈论 好 让我们总个人 总个人都是一个信仰的人 让我们总个人都是属神的 我们知道新约 有个大使命 让我们从耶路撒冷 撒玛利亚直到地级 去做他的见证 奉父子的名 给所有人施洗 凡我教导的 都要教导他们 谨守遵行 我们都知道这是大使命 但大使命出去 是非了传什么 是非了传大诫命 我们基督徒都知道大使命 但大诫命 很多基督徒不知道 大诫命就是生命纪六章 第四节这里 从这里开始 所以以色列你要听 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 你要尽心尽心尽力 爱耶和华 你的神 怎么样爱 后面就说了 我今日所吩咐你的 都要记在心上 这叫传这样的一个 大诫命 要尽心尽意 爱住你的神 怎么样爱 要听他的话 凡吩咐的一些话 都要记在身上 这才叫爱神 如果你爱他 你不听他的话 不信他的话 你怎么说是爱他呢 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这位父亲 他天天在家里盼望 就像那个浪子 那个浪子在外面游荡 当这个浪子 他愿意回转 愿意寻求他面的时候 他在原初懂得 所以说 上帝让我们 自觉有愧 寻求他面 这个天父 当我们回到他的 那个 执意当中 回到 属于他的家的时候 他就把那上好的袍子 还有 为我们 载妞 载养 让我们 披戴那上好的袍子 享受 丰盛的爱 这是父亲 这位天父 给我们做 儿女的 心意 所以说 我们在看 诗篇 103篇 这是说 我的心呢 你要冲谢 也要花 凡在我 里面的 也要冲送 他的圣灵 所以要呼求 他的名 我们才能 从创世纪 从以挪式 呼求主名 开始到今天 我们一定要呼求主名 表谋总救 我们做父母的 就要办这样一个 救恩的信息 传给我们的孩子 我们看 诗篇103篇 第七节 这里说 他是摩西知道 他的法则 叫以色列人 晓得 他的作为 耶和华 有怜悯 有恩典 不轻易发怒 切有丰盛的慈爱 你看诗篇这里 是不是讲的是 出埃及记 三四五六七天 七节 耶和华的名 他不长久责备 也不永远怀怒 还是重复 出埃及记 他的名 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 待我们 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 报于我们 天离地 何等的高 他的慈爱 向敬畏他的人 也是 合同的大 东离西 有多远 他叫我们的过犯 敌永文明 也有多远 父亲 怎样连续 他的儿女 耶和华 也怎样 连续敬畏他的人 所以说 我们这位父亲 还是真正 给我们立下一个 美好榜样的父亲 所以今天 我们借着 这样一个 父亲节的一个日子 让我们好好地反思 好好地警醒 让我们能够 好好地想一想 我们应该怎样在世上 能够敬虔的度日 我们怎么样能把美好的信仰 能够在家庭当中 传递下去 所以传福音 在家庭中是最重要 在家庭当中 你要用生命来传扬 不是在外面 外面我可以讲一篇道 或者传一个信息 或许这个人 他就信主了 但是在家庭当中 对吧 你一定要 用你自己的生命来带 带领生命 为什么说 在家里传福音最难 所以今天 父亲节 我们这些做父亲的 我们今天要好好地反思 我们如何在家庭当中 能够按照众议 能够来分解战略道 而且怎么样能够 把信仰 能够透过我们的生命 能够活出来 我们不要像该隐 只有一个宗教的礼仪 有一个宗教的外衣 但是没有信仰的实质 什么叫信仰 信仰一定要与你的精神 你的生命 能够与你的行为 能够一致 如果不一致 你只是有一个宗教的外衣 你信的是宗教 而信的不是基督 我们今天前面 要切记 我们要 不管是在我们个人 或者我们在家庭当中 我们信的是基督 不是信的基督教 我们不是信的宗教 我们一开始 我们可能是感觉宗教不错 我们进入到宗教里面 但我们的生命 要不断地提升 宗教是一群人的一个形式 一个外衣 并不是不好 但是一定要先进入到 这一个群体当中 然后慢慢地 我们的生命 要跟我们神个人建立的关系 当我们与神个人建立关系 那个时候 你才会真正地进入到信仰里面 进入到信仰里面 就像亚伯一样 就像塞腾一样 让我们成为一个呼求主名的人 让我们的儿女能够世世代代 都能够成为呼求主名的人 所以我们要立定心志 就像约束亚一样 我和我家 必定 适逢一奥 好 我们一起地图祷 爱我们天父上帝 我们感谢赞典你 感谢你借着父亲节 这样一个节日 再次地提醒我们做父亲的 能够按照正义 能够在家庭当中 能够养育我们的儿女 主啊 求你将这种农历和智慧 赏赐给我们在座的 所有的父亲和母亲们 让我们教学乡长 能够与自己的儿女一起成长 主啊 你的话是我们脚签的灯 路上的光 人活着不单靠事物 而是靠你口中的话 主啊 让我们在家里 不管是坐下躺下 让我们都能够 谈论你的美善 主啊 让我们的行事为人 与蒙照的人相称 让我们能够成为儿女的榜样 能够建立基督化的家庭 能够让我们的儿女 从小明白真道 到老 也不偏离 求主你将这样的智慧能力 赏赐给我们再多的 每一位弟兄姐妹 让我们在真道上 能够同心 合一 能够一同建立基督化的家庭 我们如此感恩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荣耀的名 阿们 好 弟兄姐妹 我们用一首回应诗歌 来感谢我们的天父上帝 这首诗歌是 这是天父世界 我想弟兄姐妹 这首诗歌都很熟 我这两天 我每一天我都唱这首诗歌 心里特别的感动 这首诗歌最后的副歌说 这是天父世界 求主叫我不忘 罪恶虽然好像得胜 天父却仍掌管 这是天父世界 我心必不忧伤 上帝是王 天地同唱 歌声充满万方 好弟兄姐妹 我们一起来起立 我们来唱这首回应的诗歌 我们在唱诗歌的时候 我们也向天父先生感恩的心 我们有这样一位爱我们的天父 是我们在地上可以学习做父亲 在我们地上可以学做上帝的儿女 愿天父的爱永远与我们同在伴随我们 是我们的伴随but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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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感谢神 那我们听我们今天的报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